大家好,今天我要做NARS的眼影的妝容 那首先我先用肌膚資料的眼影打底筆 然後上整個眼皮,用手暈開 之後就拿出MAKE的217刷子 搭配著用,首先先沾淺的膚色上這個眼窩 然後你眼睛就會有增加深邃度 接著,除了上眼皮之外呢 下眼睛我也會帶到一些這樣 就是讓上下的眼皮有對應 接著再拿扁平的刷子沾金 就是有亮片的這個顏色 然後上整個刷眼皮折內 然後再往上帶到一點點 因為這樣的話可以讓眼睛看起來眼尾比較加重 然後有更多深邃感 那通常我都會帶到下眼皮的1分之1處 就是不會超過眼珠的1分之1 因為如果你上這個眼,就是下面的眼睛都上完的話呢 也會看起來就是很太重了 就是要有一點留白這樣 好,那其實眼影基本上就是超簡單的 最後再用膚色就是做這個暈染 就是不要讓色線看起來太明顯 這樣眼影就完成了 接著就是拿 我是用Urban Decay的棕色的眼影筆 眼線膠筆畫內眼線 這樣子的話眼睛才會有重點 就是不會看起來泡泡的 因為這種顏色很容易會看起來比較泡泡的 接著再用睫毛夾 我是用Suku的睫毛夾 將睫毛夾翹 那我是用三段式的睫毛 就是夾翹睫毛的方法 接下來我是用CAMMAKE的睫毛復活液 就是做一個打底 因為他的這個睫毛復活液的功效就是會讓你的睫毛比較翹 然後睫毛膏我是用蘭蔻的Dolly Dolly Eyes吧 就是娃娃大眼 那我覺得他的濃密效果還蠻好的 就是刷起來眼睛會很有重點 然後其實基本上他的一支的功效就很高 你可以多刷兩三層 那上下睫毛我都會盡量刷 雖然我的睫毛也沒有很長 那接下來我會用NARS的Laguna做修容 這就是在你的顴骨這邊 然後帶到下巴 真的會讓你有小臉效果 然後鼻翼兩側也會 就是讓鼻子有重點 接下來就是用NARS的Desire 這個顏色就是很芭比粉 那看起來很可怕 就是顏色很誇張 可是他送在眼上就是很美 很自然 然後打亮的部分我是用肌膚之藥的14號打亮色 因為11號我覺得太白了 所以我覺得14號比較自然一點點 最後用眼線液筆 是日本的Love Liner的棕色眼線液 然後平平的話 就是順著眼睛的話不用特別的往上翹什麼的 那最後再用雅詩蘭帶的唇膏色號是230號 那我是用點的上去 這樣整個妝容就完成了 就是非常自然 沒問題 會結束 請客